我們來找一下看 我們來找一下 Google的庫存頁面跟所謂的 網站的歷史 我問一下朋友 你有沒有一個情形 就是 收訊均找到這個清單了 可是點過去還不見了 有沒有聽過這種情形 一定多多殺龍會有對不對 那如果那個無關請要大白 可是如果會很重要的 我明明昨天看到我今天 剛好要用到就不見了 請問你會怎麼做 蛤 怎麼接著就不見了 管他的 就真的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找到他的話 怎麼辦 其實Google有一個功能叫庫存頁 假設這個 這個 消失的時間 不算太久的話 那 因為Google搜尋局會不定時去做更新嘛 那麼你可以看看 我們在這邊 假設有個網頁 比如說找這邊 找網頁 找網頁 萬一他不見了 其實你可以找一下在這裡 我們這個是 好我就先這樣子 OK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做 夜庫存檔 有沒有 萬一這個連結 就是這裡有一個很小的一個 到三角形 再放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 好搜尋結果下面 他會有一個 三角形打開 就會有一個叫夜庫存檔 那這個呢 就是 Google他的暫存 Google他的暫存 即使這個網頁不在 只要 這個內容還在 好 那他 你就可以從這邊 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會告訴你 這個網頁呢 是他什麼時候 去做暫存的 你看 他11月9號去了 有沒有 所以他11月9號有看到這個網頁 是長這個樣子 長這個樣子 即使今天這個網站不見了 這個網頁不見了 你還可以從這邊找回來 好所以這個是 有時候你會遇到 那萬一 萬一 這個網站 對你很重要 可是 這裡又找不到人 請問該怎麼辦 你們呢 有沒有去過一些 博物館 很多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聽過有一家叫 網站博物館 網站沒有人 要用博物館 網站是有可能會做改版 有可能會更新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遇到一個情形 這個網站之前你來過 如果他改版了 搞不好資料可能就不見了 我改的位置不一樣 那你該怎麼辦呢 你可以到這裡來 像在我的部落裡面就有介紹到這一篇文章 這裡 我把它 連結抓出來 我們來看一個很特殊的網站號 往這邊 前面第一個是我們講的 那 這裡 這個網站呢 他會幫我們收集全世界 收集全世界的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想要看哪 看我們學校的 我們學校現在的首頁 我看一下 我們學校的網站是什麼 好在這邊 我就把我們要找的這個網站告訴他 然後呢 我只要貼進來就好了 我就開始 尋找了 好 你想要看幾年前的 他最早從2004年就開始了 10年前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10年前我們學校網站長怎麼樣 那時候還不是國立的 那個 那時候還不是科大 那應該是 呃 那個 欸是工專的樣子 欸你看 你可以發現在我們這邊 他有這個 日期不一樣的就表示這電趟 喔這電趟啦 那你可以來這邊啊 我們找一下最早的這一個 點一下 2004年10月29號 那首頂可大 哇 誰做啊 點進去 有的可以點有的不見得過點 跟現在有一樣嗎 沒有齁 所以有沒有發現 這樣你就比較會找資料了 那到時候我們 就是在學校 資源也不見得2004年有進來 所以10年前 學校網站是找這樣 所以這個網站其實蠻有的 蠻特別的 蠻特別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些比較屬於 有歷史的 或者說你的某些資料 找不到的 新版本找不到的 也許可以到這邊找到 當然我不敢保證說 私底片都有 但是 很特別的一個服務 人家很早以前就開始 幫你收集了 有的網站我有看過 甚至198幾年 就開始收入了 就開始收入了 所以這個呢 看你網站中心的頻率 跟這個頻率越快了 他這邊收入的 自然會越多 會越多 這個是 給各位參考一下 平常你可能沒有想過 原來網站沒有國務 他會像這樣把他收進去 就是